来关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问道 去年12月2号 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 通过了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敦促各国在北京冬奥会前后休战 并停止敌对行动 但有动向表明 美国可能会同盟友 与北京冬奥会前后和期间 在中国周边继续举行军事演训活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作出回应 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是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 反映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 这份决议敦促各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7天 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天 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并停止敌对行动 呼吁各国努力促进和平与人类相互了解 各方切实遵循这一精神 即是责任和义务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我们相信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一定能为世界奉献一届成功的奥运盛会 共同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